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经历的是所有创业者都会经历的考验和挑战 我要创造中国的高端集团 我要坚持自己的初心 专注自己的设计 创立自己的品牌 这是我们艾达集团的新任选择 你之前为什么抓我呀 是因为第一眼见到你 觉得你像九五十字动不小 在战场上 我可以依赖他 相信他 只要你再艾达一点 你就是艾达的员工 你连霸道总裁呢 这一切的意外 都是老天特意安排的 你对李志诚 都没有一点点小小的心动 这第一阶段的合作关系吧 咱们已经取得了其他新的胜利 这第二阶段的情感 小动作的小眼神 就应该啪啪啪快进直给的 这么好吃的一块蛋糕 都不如我们分而实之 我们如果答应了收工 就意味着 温达将不复存在 铃江水鱼打浪出银辆落水车辆 我不相信我哥的死生意外 到底是谁要害的 你哥没有完成了心愿 我就是你的使命 我们好不容易 才把温达踩在江峡 绝不能让他们再有凡神的机会 林浅他只是一个设计师 你做的那些下三滥的事 我不要牵扯 林浅是你的效应 连同门师妹的手都下得去 我只知道商场如战场 在战场上 就要拼尽一切全力去击败对手 否则不是你死就是我王 是在这市场上 唯一的生存之道 林浅 我说这辈子你俩都见不着呀 我说这辈子你俩都见不着呀 不成 你们两个人就必须分开 干什么干什么 起来